母亲的名字叫台湾 不过我就叫台湾 因为真的有人名字就叫做台湾 海洋大学军训室一名专案助理 他就姓金 名台湾 名字就叫金台湾 很多人看到名字以为他在开玩笑 但是金台湾说 老父亲希望他爱台湾 因此把他取名为台湾 是这个哦 你没有听错啦 这个人姓金 名台湾 叫做金台湾 他是国立海洋大学军训室的专案助理 很多的学生第一次看到金台湾 这个名字都以为在开玩笑 本尊拿出身份证证明 老父亲帮他取了个这么本土的名字 就是要他爱台湾啊 捍卫这片台湾土地 所以把我名字取为台湾 金台湾说 父亲是老荣民 来台湾落地生根 三个儿子取名为金台湾 还有金卫明金卫华 象征着保卫中华民族 金台湾这个名字响亮又好记 缺点是比划多了这么一点 这么本土的名字 难免会出球 按出门里嘛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那对方说 哎 什么啦 我说我台湾啦 没想到对方回了一句说 我日本的 是台湾啦 不是日本啦 如假包换 金台湾 是这个哦 至少 就像店银把店银子